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执政的时候 英国当时是摆设了传统的经典政战 盛大而且隆重的欢迎习近平到访 那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夫菲利普亲王 这两位老人家更是亲自迎兵 在白金汉宫举办了隆重的国宴 而英国皇室三代可以说是总动员 这包括了伊丽莎白二世夫妇 那么还有就是查理王储 以及第三代的威劣王子和凯特王妃 当时王妃并且以一席中国红的礼服出席 那一次的访问奠定了所谓中英关系的黄金十年 或者也就是中英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大家都抱持了非常乐观的一个上网的一个态度 英国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对西方国家 和加强与欧洲贸易合作伙伴的一个桥头堡 那么这当中当然还包括了很重要的就是推进一带一路的计划 但是呢这个情势到英国在2016年的夏天 通过了脱欧公投以后产生了变化 在那一个夏天也就是2016年的6月底 卡梅伦的内阁倒台以后呢 接替她的现任首相梅伊 那么这位女士呢 她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政大臣 她对英国的移民政策 以及呢包括中国在内 上来是抱持了一个比较审慎的一个立场 那么吸引中国的投资呢 也没有成前政府来的积极 最明显的例子呢 是在2016年的7月 也就是她在上任一个月内 就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理由 终止了当时中国在英国的一个很大的核项目的投资 这个是叫新克力角 当时呢中国是跟法国的能源公司进行合作的 那么但是呢 她上任不到一个月就终止了这项合作 而且一直到今天 这个投资合作案还没有复原 还没有恢复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我想她是逐渐目睹了英国通过了这个脱欧公投以后 未来是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 而且呢 这个不知道说在英国脱欧之后 究竟当英国孤在欧盟里面 会是一个什么光景 所以呢 中国方面她是转向了加紧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投资 像是我们看到她在南欧的希腊 还有最近这一段期间在中东 在中东欧中欧和东欧的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而且很积极的投资 那么尽管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杭特 上个月就是7月底 7月30号31号左右在中国访问的时候 重新提及了所谓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以及呢 中英合作的未来的光景跟荣景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这个黄金时代 其实好比昙花一现 如今看来这个黄金是荣景难在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星期的情况 我们呢 是看到了英国首相梅伊 他罕见的前往非洲访问 那么他访问的三个国家 包括南非 奈及利亚和肯亚 这三个国家呢 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但是呢 梅伊他却是继英国前首相 财奇尔夫人1988年访问之后 30年来第一位前往这个区域 还有肯亚访问的英国现任首相 非洲的机会和潜力 在当前看来没有人怀疑 因为非洲大陆目前拥有世界上成长最快的五个经济体 以肯亚为例子 最近增长的几率是增长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 而且它是持续性的平稳成长 那么这次随着梅伊出访的英国贸易代表团呢 总共有26个大的这个各式的商家 那么其中包括了伦敦政见交易所的首线执行官 叫做斯维莫 那么这凸显了非洲的重要性 而梅伊在南非的开普敦的主题演讲中呢 则是强调了以贸易为先的战略 不过呢 这整个事情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放马后炮 因为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 去年五月上任以来 实际上已经走访了非洲九次 我们知道法国在非洲也有很多的前职营地 他走访的国家其实还包括了奈及利亚 也就是这一次梅伊去的地方 那么奈及利亚呢 一直是英国在非洲的一个首要战略伙伴 所以法国也去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想也蛮值得注意的 就是其实上个星期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也在这个区域访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欧洲的几个老国家 老欧洲的主要国家 法国 德国 英国 目前呢 在这段期间里面都已经把火力集中到非洲了 当然呢 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了 长期以来在非洲进行投资的中国大陆 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 也就是北京将在下个星期 也就是9月3号 4号两天呢 举办所谓的中非峰会 这是18年来 也就是从2015年来 前一次的中会峰会 在南非照判以后 继续另一次的一个峰会 但是这一次峰会呢 将比过去都要盛大 将由习近平亲自主持 那么来自非洲国家的元首呢 也都将出席这一次的峰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早就抢先世界其他国家 这个进入的这个非洲市场 而且在非洲市场已经垫下了 很深厚的一个根基跟友谊 所以尽管是这个非洲国家 跟英国还有跟欧洲 有历史上的联系 但是呢 英国跟非洲国家的关系 在过去30年到40年来 几乎是一个断层的状态 那么这也给了中国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寻求透过基础建设 和贸易关系 来扩大中国大陆 在非洲的影响力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在英国殖民时期 建造的旧铁路 目前呢 已经陆续由中国改建 完成和取代 那更不要说 中国现在在非洲的许多国家 建造这个机场 还有其他的设施 所以这只是中国在非洲取代英国 还有老欧洲其他国家的例子之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件事情是 非洲其实也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看到这个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是提倡说非洲被压抑了很久 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有很多的精英 他们应该要出头了 像是下个星期将要到北京参加 中非峰会的这个肯亚总统 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不急的去寻求中国 因为中国会来找我们 可见啊 这个后面是有信心 他们知道说他们现在 是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机会 的哪一个角落上面 所以非洲自己对自己 也有了一个新的定位 那么我们再回到来看 英国想在这个时候进入非洲市场 就不免恐怕要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其他的大经济体 有一番竞争 所以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显然将会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好我们看看 如果用逻辑的观念来看的话 英国急着发掘其他的市场 这当然跟脱欧有关系 包括亚洲在内 亚洲市场在内 这当然是跟英国脱欧有关 所以呢我们来关切一下 英国脱欧目前的状况 那么英国脱欧大臣拉布 他跟这个欧盟负责脱欧事务的主台判官 巴尼耶 这个星期五进行了 一项长达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 会谈 那么为十月英国和欧盟举行的峰会 就有关英国将在2019年 也就是明年三月三十一号 三月底 离开欧盟的事情进行了这个商讨 那么巴尼耶瑟后呢 在记者会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欧盟准备跟英国建立一个 具有也新的伙伴关系 说实话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具有野心 我想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 从现在到这个正式的官方的这个脱欧时间表 如果我们算过来 只剩下六个月的时间 英国和欧盟之间 从贸易 人口移动到南北岸边界 没有一项达成具体协力 那么这种情况呢 让英国的社会越来越不安 人们开始担心 英国政府不能够和欧盟达成协议的影响会是什么 那么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英国政府的这个专业公务人员 所谓的专业公务人员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包括里面的工程师 还有数学家 以及其他这些 不是行政事务的 而是专业事务的 还有律师 政府律师 像这些专业的公务人员 这项调查呢 显示说 对英国脱欧态度和执行方式 感到满意的比例 只有20% 对政府跟欧盟谈判的能力 表示不满意 或非常不满意的 比例高达80% 这是一个非常令吃惊的 一个调查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脱欧这场大戏 从2016年的夏天上演以来 高潮叠起 惊心动魄 那么一直到后来 看起来是有点歹息脱膨 一直到现在我们再来看 如今是不是可以如期在明年的三月 就是告终 就是戏剧告一个段落 目前看来是很难料定 或许不是那么容易 我个人的判断是 恐怕还要再拖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拖下去 那么它的影响 将不禁止于英国 它会是全球性的 我想我们以后在节目中 将会持续 与您一起来分享 关心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伦敦这里 能够各个主项 来关心一些不同的角度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您跟我联络 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切 这一个可能是在二战以后 从欧盟建制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 英国真的脱离欧盟的话 那么接下来 它对整个欧盟的团结 跟二战之后 这样的一个欧盟的和平的蓝图 会有什么影响 它对地缘的政治 与它对全球的震惊局势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也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也欢迎您来跟我联络 那么但是我想这个东西 我们以后还会持续关系 那么最后呢 如果您在英国 或这个秋天准备到英国来旅行的话呢 我想跟您分享一个展览 那就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从9月开始有一个展览 叫做大洋洲的特展 那么这个展览是汇集了全球工部门 还有这个私人的典藏 大概有200多件的作品 那么时间大概是500多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 展示就是从这个18世纪以来 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英国是刚处于一个 启蒙时期的阵痛期 那么如果您知道的话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库克船长 他是做海上探险 那么他那个时候呢 就是起航去寻找欧洲人 当时称为是未知的南部大陆 然后库克船长呢 跟他的水手们 在这个后来发现了这个 覆盖了世界将近三分之一 地表的大量的这个岛屿文明 那么这个当中也包括了 法国画家高跟作品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非常色彩鲜艳 具异国风味的这样的一个 大西地道内的这样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您如果在英国 在伦敦或者秋天准备到这里来旅行的话 有空的话 不妨跟着这样一点点的文明脚步 来看一下这个展览 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那么我想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蒋景林 我们下周见